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丝毫的血色 呆呆地站在展厅内 戴着口罩身形销售 紧接着 徐浩银又晒出住院的照片 她卸掉脸上的妆容 露出真实的皮肤状态 脸色蜡黄 黑眼圈严重 憔悴的样子让人很是担忧 只见徐浩银身穿白色住院服 插着氧气管躺在病床上 手中还拿着一瓶饮品 嘴唇惨白隐隐约约 还能看见手上插着输液针 不知道她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虽然徐浩银并未公开自己的患病原因和所患疾病 可是从她的状态来看 就知道不是小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 徐浩银晒出的住院照中 身边并没有陈奕迅的身影 只有徐浩银一个人 孤苦伶仃地坚持着 看着倒是挺可怜 那陈奕迅在哪呢 据最新的动态显示 她在准备12月的演唱会 和好朋友开心聚会热聊 近一个月发福明显 脸上一点担心的样子都没有 一向自询爱七号 如今老婆重病却只顾玩乐 还长胖了不少 不禁让人怀疑 难道近日传的婚变是真的 这对恋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大众看好 尽管据陈奕迅本人所说 当年她对妻子徐浩银一见钟情 当别人都不能接受她的穿搭时 陈奕迅却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 当别人说徐浩银长得不好看的时候 陈奕迅说 因为她美 所以我才爱上她 可想而知 她对美有着不同的见解 当本人都在为徐浩银花钱如流水 而憎恨不已的时候 哪里能想到 这个女人当年为了嫁给陈奕迅 连陈小春都没放在眼里 据说在拍摄电视剧《鹿顶记》时 陈小春对徐浩银暗生情愫 知情人也曾透露 两人的确暧昧过一段时间 而此时的陈奕迅是个无忧无虑的富二代 据了解 她的父亲是高级公务员 对徐浩银不是很喜欢 因为自尊心严重被伤害 她直接投入陈小春的怀抱 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分手的最终原因 还是她对陈奕迅念念不忘 但还是有人不解 以陈奕迅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 她究竟看上是好赢什么了 2002年4月 台湾某大学内 陈奕迅演唱会正在进行中 尖叫声欢呼声 将现场气氛推至最高潮 Eason,Eason 尾声渐进 陈奕迅取下礼帽 跑向前排歌迷 重要做事扔帽时 却突然踩到音箱支架 接着右脚失去平衡 向舞台边缘劈去 碰 歌迷的目光随声而至 陈奕迅眉头紧簇 当不尴尬地卡在护栏上 见台下哗然一片 她强忍痛意 坚持唱完歌曲 而后才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医生面色凝重地说 很有可能无法再生育 第二天受伤消息箭报 陈奕迅失足低下舞台 敏感部位受伤不轻 那时她刚和女友分手 经此一伤 她笃定再无复合之日 结果恰恰相反 她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 正是前女友徐豪颖 得知陈奕迅受伤 她并想立刻从香港飞往台湾 但当天的班次已经满园 她边哭边给朋友打电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0分钟后朋友打来电话 有家货鸡你敢坐吗 敢 她毫不犹豫地打 知道她冒着生命危险来死 陈奕迅紧紧地将她拥入怀中 二人冰释前线 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 徐豪颖品位差又败家 陈奕迅为什么还那么爱她 当她登上获鸡时 便已经作出回答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曾有记者问徐豪颖 平时如何维系感情 她回答得很直接 不常见面便能维系 2003年 其父陈求大 因贪污而锒铛入狱 需交600万港元 才能获得保释 陈奕迅掏空家底 也还是差100多万 乌露偏逢连夜雨 彼时她与英皇的合约 正好到期 事业彻底停摆 她浮在徐豪颖怀里痛哭 好好 我怎么办 徐豪颖掏出一张200万的支票 对她说 我们一起努力 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 当他们回家时 陈奕迅母亲去骂她 要是平时少花一点 一省的钱 我们现在也不至于这样为难 哎 儿子不成才找了丧门星 徐豪颖正要发火 但想起 陈奕迅连日来的消沉 便只能将苦水咽下 令她没想到的是 向来孝顺的陈奕迅 居然为了她顶撞母亲 她是我的福星 没有她 您的儿子可能早就倒下了 徐豪颖感动不已 更加坚信 她就是那个 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2004年 他们的至暗时期 终于照尽一束曙光 徐豪颖怀孕了 陈奕迅激动地感慨道 一个女人要非常非常爱你 才会为你孕育生命 她深知她爱的代价有多重 清净资产 未婚先孕 为她改变个性 忍气吞声 所以她决定用一生的深情 来回馈她 2006年 二人正式完婚 徐豪颖抱着女儿 笑得十分甜蜜 陈奕迅对她说 以后我去赚钱 你来花钱 她是工作狂 寻演地遍及全球 每次在香港开唱时 都能喝上阿徐牌老火亮汤 有人替夏浩尹可惜 前途一片大好的她 彻底放弃了娱乐圈的发展机会 甘愿在家洗手做羹汤 殊不知 退圈是因为她一直不喜欢演戏 时尚潮流才是心之所向 陈奕迅外出工作时 她自己也没有闲着 看秀 给买手电进货 在社群上分享穿搭 媒体将这三件事结合起来 大肆批判她 豪奢败家 但陈奕迅知道她是什么人 其实都是她帮我买衣服 家里总是要买些东西的 为了感谢妻子为家付出 她豪至2.31亿元 买下一栋别墅 只写徐豪颖的名字 又传言称 她因徐豪颖拜金而离婚 她朝八卦缔造者开炮 如果我和我老婆婚姻有什么问题 关你们屁事 早些年媒体常说她性格古怪 她也自认有时脾气不好 但她却给了妻子无尽的温柔 早起陪她去运动 特地飞去巴黎给她过生日 为她的每一个负面新闻发声力挺 还会因为她丢失婚戒 就帮她在外面找了一整夜 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她 你喜欢阿徐什么 她顿了一下笑着说 因为我感觉她很真 她直接坦率 从不拖泥带水 陪陈奕迅从低谷走向巅峰 却从未改变这些性格特质 有一段时间 陈奕迅经常早是晚归 做采访开演唱会 歌迷掌声不断 打开家门却没人理她 往坊间望去 永远是徐浩迅忙碌的身影 虽然遭受冷落 但她感到十分庆幸 我所在的职业太虚服了 而她却把我一次次拉回现实 现实中她最享受的身份 是徐浩迅的丈夫 闲暇时 她会和妻子一起上街斩料 下雨时为她撑伞 分开时也时时刻刻牵挂对方 外出开演唱会时 她经常压力大的睡不着觉 徐浩迅总会飞过去 替她分忧 看她入眠 静静地在一旁听她说话 有人问 你们这么恩爱 一定不会吵架吧 她说 会的 但我都会尽量控制 在这段婚姻关系中 他们容忍彼此的脾气 理解对方的付出 也时刻不忘 当年在婚礼上 对幸福的允诺 2012年 陈一逊在伦敦演唱会上 即兴改编 K歌之王 我想跟你未来 尽在客 所有人心领神会 望向前排 徐浩运害羞的吐舌 还缩了缩脖子 陈一逊继续唱道 而你那缩脖 觉得不能绝 绝到容调我 这一刻 时光的沙漏 仿佛重置回1996年 一个选秀新人 赤赤望着 坐在吧台的酷女孩 那时的她不会知道 在她遭受重创时 总有人会向上舱祈求 愿以数倍的代价 承担灾难 来换取她往后余生的幸福 后来她站上巅峰 当着几万人 借歌抒情 我愿意和你约定致死 嬉戏畅游到下世纪 两个人在结婚八周年纪念日上 陈一逊直接送给 徐浩英一个房本 这栋价值两个亿的豪宅 只写了老婆一个人的名字 不仅如此 自陈一逊出世之后 她始终拖着残缺之躯 各种捞金 拼了命演出 并直言 不给她钱花 我心里难受 当陈康迪 逐渐长大 陈一逊对女儿的宠爱 更是要溢出屏幕来 周杰伦曾说 如果自己家孩子早恋 一定打断她的腿 而陈一逊的态度 居然是祝福他们 此时的陈一逊 凭借着卓越的唱功 再次重回巅峰 浮夸十年等歌曲 火遍全国 陈一逊重新回到 各处巡演的日子 但她没忘记 自己还差徐浩英一个婚礼 关于这些 陈一逊一直力挺老婆 并不在乎外人的流言蜚语 对于离婚的传言 徐浩英非常待人地表示 大家整天说我离婚分手 我都已经习惯了 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家尽管等着瞧 看得出她的丈夫 非常的有信心 只要彼此懂得就好